黃沉沉的洪水幾乎要淹掉整棟房屋 耐格颱風威力驚人 29日在菲律賓東部卡坦端內斯省登陸後 多地雨勢暴增 引發嚴重洪患與山崩 搜救單位已經全面出動進行救援 很多人都還在失去 像重點的風雲被遇上 遇上了一陣子的風雲 被遇上南部的地方 耐格颱風最高持續風速 是每小時95公里 陣風高達每小時160公里 各地大量雨勢造成洪水與山崩 非國災害機構發言人表示 馬金達島省受災最嚴重 已經有數十人死亡 蘇丹庫達拉特省也有人喪命 菲律賓國家氣象局最新公告指出 耐格穿越旅宋島後 可能會往南海方向移動 馬尼拉附近的省份會有大雨 甚至是暴雨發生 呼籲民眾要提高警戒 歡迎收看林鄒報道 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 淮雨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